这个赛季没有刮邻的比赛 一场胜利都没有获得 今天这个刮邻依赖症 能不能有治愈的这种表现 好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这里是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17燕京T9中国足鞋盃 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山东努能泰山 主场对上海绿地深花的比赛 画面上身穿蓝色球衣的是上海绿地深花 橙色球衣是山东努能泰山 这场球由蒙鲁涛和王宇 陪大家一起来看 正好趁着底飞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的状况 孟老 你看看 这李建兵好像打后腰了 三龙队是门舰25号王大雷 后方先生2号李松义 4号吉尔 5号郑争 23号宋龙 这里面看看郑争和宋龙 谁踢左边位 谁踢中位 然后在中场有26号崔薇 17号吴兴函 6号王童 22号薅俊敏 封线上19号帕比斯西塞 和19号佩莱 上海绿地深花里面门将27号李帅 后方线上16号李云秋 25号王林 各打一边 中位现在看应该是30号淘金 34号碧金号 中场有3号李建兵 37号孙世林 39号从镇 10号莫雷诺 17号马丁斯 封线上32号卡洛斯特维斯 今天又首发登场 特维斯上一场比赛连赛打的一般 对吧 那场球其实我觉得他跟 一是跟莫雷诺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少 再有他跟马丁斯还不一样 你那场球如果打快反的话 真是马丁斯好使 对吧 莫雷诺他自己也讲过 我不是莫雷诺 特维斯 他自己也讲过 我喜欢打二千锋 对吧 你别老给我搁在封线上去 知道李建兵打什么位置了吗 头金是拖后 李建兵跟毕金号一人 一个盯人中位 然后左边是王林 右边是李运秋 还真是五后位 聪振莫雷诺加上孙世林 这是三个中场 然后封线上顶着马丁斯和特维斯 神话队这套阵容里面 就缺少了一个核心的主力 就是曹云定 没错 山东队这边配来 塔尔德利这个赛季踢的很多 而且表现不错 今天没有 另外戴林 他的位置被郑争代替了 郑争踢的中位 宋龙踢左边位 没错 宋龙因为主要是踢边位 马丁斯再打 球进了 这个球 山东队的后防线出现了短路的状况 首先高点就没人看特别马丁斯 按说他这小个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放松了 觉得不应该这球是给他的 再看一下 这个球首先从边路 吴兴涵防守的时候滑倒开始 就有点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没错 再看一下 右边上来 吴兴涵追过来 自己滑倒了 被对方轻松的传球 这球吉尔看马丁斯 居然没有看住 而且马丁斯关键 还有第二反应 对吧 这个球头没顶好以后 马上那球起来 然后突然打了一凌空 这种凌空球 我印象中 过去马丁斯还真打了 很多次 你想他能空翻 对吧 这身体是没问题 刚才这个球 吉尔是顶到了球 但是球砸在了马丁斯的身上 高点吉尔能抢到 但是运气不好之后 第二反应像您说的没有了 上一场联赛生花 关联不上以后 他中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中场控球不好 然后莫伦诺还要进攻 这一下就不行 所以我感觉这场球 他中场包括后场 稍微得有一个变化才行 而且他上双前 双外圆这俩人 不可能把一个外圆放在边上 肯定让他打双块 莫雷诺的位置 你看今天也很靠后 他基本上都在孙世林的身后 这样的一个阵型 看起来还是对防守 在现有的 可能登场的人员的基础之上 还是非常重视防守的 开场进球 在客场进球那么快 在整个的180分钟的这一回合比赛的胜负的签评上 应该说 申花已经占到了优势 好球 宇宙一送到兴趣里面 崔维再给 这球崔维还是应该更大胆一点 莫维托 前面俩 莫维托 你看拿球以后就示意特维斯 你往前走 走 但是特维斯没走 对 你走这球给出去了 特维斯也不满意 说你早给我 你看马丁斯这次 对 来了 真差不多 但是特维斯干不了这活 马丁斯这一趟反击冲了50米 特维斯在原地没有任何的位移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前锋 吴兴函 西赛 没有塔尔德利 上风队的阵地战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下降 还是现在又比分落后 看看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 又有李建斌的失误 于不可能处现出可能 李松义 近距离两个高点都在 但是这个球不好顶了 看来这个高点 它上轮连赛用得非常好 对吧 正是有时候你这防不上防 所以多上一个 而且靠右路的那个应该是毕金号 对吧 毕金号这大个要真正的去看这个 佩莱还是有点优势 佩莱也得动动 你老在那边活动可能差点 你往这边移 这边李建斌 李建斌别说 稍微压压他 你看这是巴西人和阿根廷人之间 绝对脚下不留情 特威斯作为过渡好了 别让他在前面冲锋 真是得马丁斯在前面 是吧 先不说谁的速度快 从积极这个层面上来讲 马丁斯比特威斯踢球要积极 特威斯刚刚又接受了国内媒体的访问 又说在中超踢球水平比较低 肯定进不了国家队 当然这也是实话 但是呢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过了 是啊 另外他不进呢 也有他自己的另外的这些 国内的认为 跟在中超踢球可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不管有没有关系吧 就是你作为一个在中超踢球的外园 你确实是背景离乡 远离故乡千万里 但是呢 你看看人家帕托是怎么样 一个心态 不是关键是 你不是为了挣钱吗 对 你是高高兴兴的挣 还是苦着脸挣 实际上这是你自己说了算 没错 你挣这么多钱 你踢球也舒服 对不对 对 谁跟钱过不去 如果你 如果咱们高尚一点 超越钱的话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发挥的更好 怎么样融入的更好 怎么样能对中国的球员 还有一点传锋带的作用 那肯定不能这么苦着脸 特威斯一般 加盟哪个球队 刚开始可能还可以 到最后都是 就是什么不欢而散 是吧 永远都是这种状态 各种原因就走了 开场不到三分钟的进球 让现在很舒服 生花队踢的确实很舒服 山东队就要面临挠头的困局了 但是生花不易 现在就开始收 进球早也有进球早的好处 但是有的时候 也有进球早也有进球早的坏处 您这意思是十打十一不好打 对吧 你要收的太保守了 或者说你有点混得混失了 这个就麻烦 因为你本身这个阵型的中场控制就不太好 莫雷诺 有一个 你看他和特威斯只要两人一接近 这个球反而就发展的不顺畅了 特威斯不知道怎么跑 莫雷诺自己带的时候没事 特威斯永远是什么 他想着把莫雷诺那一部分活给接过来 对吧 他想把莫雷诺的脚下球抢过来 他想把他那不是 就是他想完成他一部分任务 就是我要拿球 其他人跑我给球 对吧 但是莫雷诺的意思 你就别干了 这会我干了以后 你就跑就行了 我到时候给你分球 莫雷诺的意思说 你想要球 那你到后场来 你来防守 你又不干 对吧 所以上周联赛 我看这俩人还在场上供群有问题 就真不如 瓜林 莫雷诺加上特威斯 这仨人打得好 尤其是瓜林跟莫雷诺 这俩人真是 交不离默不离交那种感觉 都是一个国家 而且生日还就差一天 我一看这俩人好像原来应该在青天队踢过 对 都是俱乐部清训出来的 但是这俩人配合真是太好 田律敏直传 这边宋龙 宋龙的传中 一般 神龙队现在你看佩莱确实高空球的第一点有优势 但是它的移动能力太弱 除非你把这球30米外打电线杆一般传到它头上 它能给你顶好 你让它去跑动强点 它就没有 佩莱分到李松义 没有办法起脚传中 王瞳再分李松义 孟老你看升华队五后卫的阵型现在还是有用的 三个中卫在禁区里待着 边卫就可以到禁区外边去看对方传中的球员 而且你两个边人中卫就可以踏着分身的去看对方这俩前锋 黄高空起码好手 今天多一个抢投球的 你如果调高球的话 他现在起码都没什么大问题 你现在调高球 声明队的调高球的源头边路进攻就被限制住了 下不了底 起不了球 你今天又没有塔尔德利 你不下底不起球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脚球点击R 外围再打 来自正争的左脚推射推高了 摆脱了李建宾的防守 但是好在有莫雷诺 莫雷诺现在在这个脚球防守 定位球防守里面的作用 真是在事发队太突出了 刚才说了半天这个帕托的榜样作用 他说人家又进球了 进俩呢 还进俩 其实你不用看别的队的队友 你这个特维斯看看莫雷诺就可以 对吧 莫雷诺可能不像帕托那么多亲民的举动 但是他在这个队里面兢兢业业 这个 没错 踢球你挑不是他毛病 对 对不对 这真是有队长那份 职业道德 跟球员的关系也好 对吧 这一点你真是踢不出来 他这样一个身材 虽然高 但是特别瘦 这样一个身材 老是防守的时候 进区里争高空球 这你特维斯 所以我说 这莫雷诺应该挣双份钱 对吧 不光这种 还得挣防守队员的钱 我以为您说的 把特维斯那份钱挣了 那可多了 特维斯挣的太多了 把特维斯三分之一 应该给人莫雷诺 是吧 这是绩效考核了 这得有绩效工资 差一点 特维斯再活跃一点 刚才这球不错 这边还是空 左边还是空 莫雷诺没有给过去 这边李松毅上抢非常及时 他这球要退的话 估计就凶多吉少了 你看现在跟 毕丁浩一直跟着撇来 是吧 把球分出来 毕丁浩又回来 又放场了 这还不错 毕丁浩这一人干了俩人活 也是 毕丁浩 一个健康的毕丁浩 我觉得对生花真是很关键 来了就没有怎么正经打比赛 毕丁浩 陷入包围圈没有过去 又是毕丁浩的缠墙解围 毕丁浩要再踢不出来 他这身材真可惜了 是吧 而且今儿这表现看着还不错 这个原来也是真是干点儿活的 在兼业的时候又当中锋又当中尉 其实看了生花现在防守的表现 我想起来昨天的苏宁的比赛也是532 咱们还说这个五后卫不好使 但是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一样的比赛不一样的球队 这个阵型的效果也就不同 刚才说了现在生花队的防守 这五个后卫限制了对方两个中锋 又限制了对方两边路的下底突破 可以说是在90分钟开球之前 博耶特在排兵布阵上已经先赢了一招了 再来转过身来找西赛 哎呀没有挑过去 松龙又上来 这会儿别说下底了 45度起球的机会都没有 郝静敏再往底线冲 还是没有 回给吴兴涵 扣过两个人漂亮 可以左脚打门 吴兴涵又堵出来 这个草皮今天质量比较差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太转太滑好像 现在围攻对于鲁能来讲 我觉得有机会 对吧 你这个生花从现在开始防守 防守西赛 这是谁 陶金 陶金 看看 主要现在看生花反击的质量怎么样 争取现在能上半时再打一个 他现在稳定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上半时 一直生花没有通过自己的进攻进球的话 我觉得也很危险 其实他真是很危险 帮您助攻上来 控制 莫雷诺再给特维斯 你看这俩人今天没有过任何成功联系 他给那球的速度 老觉得特维斯跟他的点对不上 所以我说特维斯他往前跑 对吧 他永远不是向前冲刺的 他在中场中间待着 队友也不把球都给他 都给莫雷诺 真的有点群龙无首没有爆点 塔尔德利在前场的任何区域拿球过人 那都不成问题 但是今天其他的球员 球拿好就不错了 想要说突破 搅乱对方防线 不具备这个能力 能力 推锅 Africa 看 阿 我们 anks 你 gesehen 他 看 我 看到 我 只有你 对 我 叫一个郁闷 倒不是说球队输球了 大家都输了 但是他每次一拿球 简直你就不用睁眼 就知道是他拿球 因为巨大的虚声 如影行随 这就是连开第一轮惹的事 第二轮 第二轮 那事惹的 你以为是停赛完了就结束了 其实还没结束 你看这边 中卫也出来防 一个边位 一个中卫 双人包夹之下 没有任何传宗的可能 吴京涵这一侧倒是很活跃 对吧 相对而言 右边打的手 右边呢 应该打右前卫 他要催威吧 是吧 对 因为老师往中间收 这半天呢 很多时候 他在中场中路站的时间比较多 没错 联赛里边 这个赛地他倒是上过 但是 好球 特别鼓励 虚威啊 其实我在看职业杯山灯队第一场比赛打几名百家的时候 那场球对手弱嘛 那场球他的表现很好 有进球 而且中场拿球真有点薅巨敏的风范 但是呢 其他的比赛 联赛里边的比赛 包括今天 对手强一些的话 这个小伙子自信心好像还是不太足 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的能力 但是打弱队的时候真是发挥好 好几米 送龙 哎呀 这刚过中场线没带几步就要传中 莫雷诺漂亮 一拖二两个人关门包夹出来的是莫雷诺 还有皮球把球送到特维斯脚下 特维斯一对一打吉尔 拿好球能过掉吉尔吗 吉尔犯规了吧 没範 没吹 这前面是觉得这球本身过的时候就胖大了 嗯 嗯 这吉尔好像不触特维斯是吧 嗯 这是觉得玛丁丝还是觉得玛丁丝有危险 对 不是你巴西人出阿凡亭人这不像话了啊 啊 在自己国家都说不过去的事 其在 哎呀 想学塔尔德利但是这学不来呀 结尾二点特维斯拿到了这次比较积极 穿当没有成功 他还是想这样对吧 从他这儿到这儿队友给他呢 他要拿球组织 这个生花球迷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莫雷诺拿球过人的成功率 还有特维斯拿球过人的成功率 真的没法比 这是从阵往前推李云秋 二打一的局面 从阵 人球分过手球了 看了20分钟 越看越觉得今天伯耶特这个五后卫的变招真是精妙啊 有点做的 当然这场球 鲁能还有后手 而且呢 生花这个进球时间早 他确实还有时间 看看马加特的调整在哪 但是你关键替补席上 你没有 没有塔尔德利是吗 对啊 那肯定啊 没有塔尔德利 你别说塔尔德利的 你现在场上加个蒙迪月也管用 也没有 再加个阿罗伊西奥是吧 也管用 阿罗伊西奥就算了 阿罗伊西奥其实这场上有俩中锋了 另外球 想骗过王大雷没有成功 西赛确实很努力 西赛你倒是让他这样拿球 他也很吃力 这两个人顶在前面啊 还真是 得靠中场出球 好军敏如果说打活一点 这两个人有机会 或者两个边呢 包括组织 我能更立体一点 是吧 两边能拉开 但是好军敏要被冻结了 因为他现在是两个中场 人家对方一围他 这好军敏不一定真正能把球拿好了 那俩人顶着前面呢 人家俩盯身中卫的 一盯 真是就不太好打了 塔尔德利好在哪呢 塔尔德利这太自由了 对吧 他拿球以后 他想过你就过你 他要想出球 那球出的也很有威胁 又一张黄牌吧 刚才正在拿了一张 现在崔威也要拿 山东队现在踢得非常的被动 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现在场上山东队没有爆点 每一个点都被压制住 这就是你 四四二打五三二的时候 你有些点是不太好打的 就是你中场这几个人 可能活不起来 但是你俩边好 你俩边如果打好了以后 你老是吃他那异味 你可能会打得舒服一点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天津 不是这个鲁能到现在 还没有真正的在 有左路还好 右边的弱点 不是你现在谁吃谁 现在这个 这个王林和吕云秋 对面的边前卫边后卫 一边俩人都摁得死死的 看这球 回来稍微一慢 还好球没丢 左边空了 得过去送龙 送龙也没有突破的能力 右边 看看李松义这边 李松龙强点 但是有限 也只能回团中路 再挑右边 OK来扯进场 但是这一下踩到了李建斌 也是一张黄牌吗 连续短时间之内 第三张黄牌了 正好踩到了脚侧面 本来现在接不好球 对吧 所以我说他得绕开 毕金号 多往李建斌这一刻移动 但是李建斌 真要定力的话 本来也很难受 就是你背身李建斌 防守是很凶的 是吧 这也确实是很难受 所以今天他把你这两千锋已经盯死了 他有三个中场去围你好去免 上队前场抢 四个人没有抢出任何作用 反而被对方打一个直传的反击 幸好里面正争的速度不慢 孟老 您刚才说 这个陈东队还有时间 时间也过得 但是我想说是还有时间再丢更多球 就看你怎么调整 对吧 陈东我觉得现在 因为你可能对对方这个变化 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 所以你开局打的也不好 那你现在的变化在哪 你要快变化的话 可能现在还是机会很多 但是有的是变不了的 就是你塔尔德利肯定是上不了 对吧 你没这招 所以你为什么变也很难受 佩莱现在有点着急 前面没球 自己回来接 把自己当塔尔德利指 唐静敏过了一个人 看左边没有机会 只好给到中路 随为 其赛 右边李松义 起球吗 还是起不了 突破 这个位置在起球 广不开 定位球 看看脚球 王林和李云秋 现在完全不用管进区里边的事情 就管盯着你的边位 在 王林这边 因为吹飞去了中路 只剩下一个李松义这样的房 这一房一 还是比较有自信 小球是好机会 投球顶到了 但是没有力量 没有角度 这一房门 这一房门 就算了 这一房门 是 这一房门 是 这一房门 是 上一周的联赛 生化的确打得没脾气 那场比赛真是刮林上了 你刮林不上以后 你就感觉 包括马丁斯没上 对吧 你就感觉好像中场不得力 然后莫雷诺 故障难明 封线上也没有什么威胁 结果确实打得没脾气 他把金吉西放在后腰的位置 对 也打得不好 他没有任何拿球的 别说能力了 没有任何拿球的意识 金吉西就是在中场不断前插 觉得自己不是中场 是中锋 中场就剩一个孙世林 而且孙世林还顶着虚声 这没法踢了就 那场球莫雷诺的位置 比今天要靠前很多 人家那场球 人家三个中场打得好 那三个真棒 所以伯耶特也是及时修正了错误 今天把这些错误全都改掉了 李松毅总算传起来了 哎呦 漏了 李建宾真是对方没有机会 帮对方制造机会 这球他应该解围的 没错 这个球呢 有点追身 他又是打着左脚位 所以呢 李建宾也很难受 你看这李建宾 关键他第一下他在看人 他看着那个西赛 或者配来在哪 他看了一眼 其实球传的并不好 嗯 这个球就这种球最难受 你要是打高球啊 对吧 这中卫的一般都没问题 就怕得骑着腰眼的球 45度不起 还是在做配合 王瞳 转右边 李松毅 这个TV要多拿球啊 尝试转身 你这球连接完了停都不停 直接敲给李松毅 你让李松毅怎么办 随为转到左边送龙 中场横向 左中右 左中右啊 但是没有办法往前发展 好几米球丢了 这次终于特维斯可以拿球了 直传找马丁斯 速度蒸蒸和马丁斯 马丁斯快了半个身位 完成打完 球进了 2比0 第三十分钟 马丁斯没开二度 过去几年的两队的对抗当中 莫雷诺是山东队最大的苦主 今天看起来有新人了 村里来了一个叫马丁斯的 这比莫雷诺更可怕 对啊 这就是你狂攻 你后边 莫雷诺跟特维斯就干这活了 对吧 当然特维斯 我们一直在讲 马丁斯在这个体系里的作用 肯定比特维斯要好 当然这个球是 传得好 特维斯给的吧 对 所以特维斯他想干一个 这个莫雷诺的活 但是其实可以 是吧 莫雷诺上不来的时候 特维斯就当刮林士 然后他跟这个 因为他传球 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马丁斯到了 球传过去了 咱们俩的中卫 要听马丁斯这种特点的球员 看看 这要行 他说吧 上半身 我跟他说了吗 上半身能再打一个 他似的 我也说了 我说这三分队 还有很多时间拿来丢球 因为你进攻 现在没有任何的 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左东右倒来倒去 你倒好了行 你看倒丢了怎么办 对方那可有快速前锋 刚才就是 浩俊敏中场传球一个失误 立刻就是灭顶之灾 这球吴星函打门 远射倒也是一个办法 至少不用沾你那五个后卫的边 马加特靠在教练席的边上 一筹莫展 这马丽丝还老能争到头球 随便挑传好球 这球差点过顶 神花这边有中风 不是有中位 是吧 三人在这一围都是三人的球 球先出了点线 这场球 适当的 山东其实考虑了一些轮换 对吧 是 但是这个轮换的效果 是不是马加特能够事前想到 轮换的人太关键 太重要了 他如果想真是要拼这个足鞋杯的话 我觉得不能把塔尔德利让他休息 是 你甭说拼足鞋杯了 联赛想赢球 塔尔德利现在也不能休息 也错 你看这个佩莱加西赛的组合 他没有任何的创造力 这俩就是等的 对吧 就是等球的 等着你边上去以后传高球的 你要是有边路或者中场身后的这种好的传球还行 但是要是没有呢 你怎么办呢 是啊 就是这个问题啊 现在你要打枯燥的442可不就是这样吗 是吧 他过去塔尔德利为什么打得好 其实你说他是442 但是我一直不承认塔尔德利打的是前锋 他是自由人 对 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性中场 对吧 你不能把它算 虽然有时候位置 你看他在无球的前场那样站着 但是他不属于442 那你要打这种像双高 就是过去马迦特在得甲 带那个 那种拿冠军那次用的那双高那种组合的话 你就得把边打好了 把边传球传好了 托尼和克洛泽是吗 那他没带过 那会儿也是 对吧 也用过 但是托尼是还打得少啊 那个阶段 好球 随为好球 哎呀 佩莱又慢了 他主要是那个阶段 在格拉菲特那几个人 是吧 格拉菲特和哲科 对 在朗宝那个阶段 那也是标准的双高 四四二 这球看出来摧尾的能力了 但是也看出来 佩莱实际上 我刚才说 他这个移动强点差 现在这个冲刺也比较差 所以你这俩前锋打不好啊 就 这个体系就证明你不太好打 你就这两个人呢 要更多的 一往边路扯动 对吧 多去侧应边路 就是两个人不能都在中路站 再有呢 你像佩莱刚才 但我一几段回撤 这也是对的 对 要撤回来 对吧 拉出来 但是拉出来 人家现在三个中位 你确实也拉不住 你拉不动啊 你有 每次你回撤 有个中位跟着你 身后对方的另外两个中位 还严阵以待 一般的是什么呀 就是对双中位的时候啊 二方 二对二的时候 就一拉一插 这是最合适的 你拉着一个人 然后突然打身后 对吧 然后这样是有效的 但是现在你拉不出来了 你后边这仨人 等着你 走 从阵 对正正 好球 坐回来 特维斯 行了 这莫莉诺没上了 莫莉诺现在干脆 我就也踏实会儿 是吧 我省心了 对你不是愿意什么吗 那现在反正我要2比0领先 我稍微在后边待会儿 你特维斯前面拿球组是吧 特维斯有的时候呢 空当还行 但是一对一的时候 他过人跟莫莉诺比起来 就差太多了 两队都有人倒地 但是比赛还在继续 配莱在对方的要求之下 把球踢出了边线 两队是崔薇 然后升华是莫莉诺 刚才脚下一滑 今天草皮的质量确实不太好 李建斌吃了一张黄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一下踩到了崔薇的脚踝 对李建斌来说 这是正常的防守动作 还非常友好 回来拍了拍崔薇 黄彤 随微 黄彤 找佩莱这球看看 佩莱能不能转身 坐给西赛打门 太正了 但是这次呢 两个前锋算是形成了 有效的联系配合 其实大家都看 今年佩莱进球少了 联赛踢到现在 只有一个进球 只有两个进球 然后和去年下半城刚到球队那种大杀四方 好像不是一个人 其实这也是球队不同战术体系之下 单一前锋的特点能不能发挥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就是桥头堡的路 在前场压制 但是更多的是靠中厂的塔尔德利 而且佩莱其实也是第一个赛季在南普敦踢得还不错 第二个赛季其实也不行 对吧 他是不是真是就是一年一年好 说一年就这样 他呢 我觉得即便今年进球不多 但是这个侧应 他有作用 拿球啊 封线组织 这个作用是 所以为什么一直坚持让他打手发也是这样 对吧 西赛呢 就歇会了 就是他跟塔尔德利这两个人搭 后边留一个吉尔 这就够了 但是呢 大家都说像这样的 像他像其他一些意大利的中锋 是体系中锋啊 嗯 什么叫体系中锋 就是身后你得有塔尔德利 身后没有塔尔德利呢 你两边能两意其非啊 这二者必有其一 他才能发挥啊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单指着他一个人 那是不可能 看看这次传中的机会 传好还是点不好 今天派这样两个外援前红上场 你哪怕把两个边后卫的助攻能力放大一点 那也行 但是宋龙在山东队的左边后卫里边 这助攻应该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 李松义在右边后卫里边也不是最强的 这整个的山东队今天的阵型的战术的设计不配套 看习塞连挑 又被解围了 反击的机会 大脚撩到前场 可惜不是马丁斯 随微这会儿的表现稍微活跃起来一些 他也两三次给队友送出了妙传 但是整个山东队的进攻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漂亮人球封过 郝俊敏来了 郝俊敏打门 李帅挡出来 这边进区里没有人再包二点 另外一侧李松义也挺好 也打门 这球打高了 这边你看 这比赛跟贝莱都等着你传终 这有点稍微有点急 当然郝俊敏刚才打那脚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到那了以后可以试试 星光的防守 现在你确实很命 但是注意忠能的中控场队员的前叉 对吧 因为你队人基本上队子都队死了 然后突然有人要到发往你身后打的时候 这个你不太好看 你突然反应不来 最近的十多分钟 山东队形成围攻的态势 但是基本围不到禁区里边去 外围倒是球一直在拿 这球当心了 从阵给到马丁斯 马丁斯坐回来 从阵给特维斯没看到 这还得交给莫雷诺 莫雷诺交行了 又交给特维斯 这就是交班了 是吧 踢地板给你手了一个 你看莫雷诺踢球 他有时候在后场就开始加速 开始过人 特维斯不接近对方禁区 他是绝对不会使劲的 就轻轻松松 莫雷诺你想这大肠鬼 对吧 这真是要汤你 你一点折腾没 再恨恨何况 他脚底下是非常好 而且他这一左脚 我还是想说竞业精神的区别 这倒是 确实他踢球投入竞业 这个你不可否认 这肯定 而且现在中超外园里边 我真是最欣赏的 真是就是莫雷诺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行 特维斯 这球该传没传 孙世林 特维斯就恨不能 尤其现在2比0了 恨不能今天别出汗 不用洗澡 最好 好的 这小一点 对 稍微加厉 这球有了 咱这锅是不是也让特维斯背啊 那球你给劲儿大点 特维斯这个 莫雷诺是不是这脚也劲儿大了 特维斯那下给的呢 就很轻松 就没想着让他最后借上劲儿 然后栽了一支线 小球发到进去外围 但是孙世林没挺好 调整一下 再打门 没有力量了 反归 镜头一转 这边出现了一点纷争 应该是吉尔想快速开球 被马丁斯破坏了 但是马宁没有给黄牌 王大雷要开球 被马丁斯在很近的距离挡下来了 刚才这是什么球 王大雷 犯规啊 孙世林推人 犯规球 犯规球 这个球王大雷 应该把球放好了 对 他没摁一下 他把球放好了 这不着急开 财队员就失忆 这球还在动态当中 因为都姓马 现在新的规则 是不是有一个关于 还没实施 这是一个动向 动意 这个是跟什么 60分钟竞比赛时间 那是一波的 正在研究的 干脆算 最好是别实施 我估计也会乱 对 因为你不是说 你发球一方 想发就发 那边防守的 还捞有挡的 对吧 你这一场平白 多了多少黄袍 王林的脚下 处理球的能力 还是可以的 摘出来了 莫雷诺面前 没有人防守 起脚来一脚 长转 太准了 马丁丝拿到 稍微大了 那么两米 摆脱GR 给到中路 双鸣上来 这最近几分钟 山洞对漆的又有些一方面混乱一方面沉的 没错 没错 他现在好像有点攻不上去了 反正你稍微松 生花攻上来了 对吧 我感觉这就是自己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做了很多努力 没有收到成效以后 有点灰心 这几分钟 这球没人抢 怎么其他队员好像没反应 是啊 你就包括马丁丝的第一个进球 也是有点其他队员没反应那个感觉 今天生存队整队的状态都不太好 昨天的直接被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第一场呢 是江苏孙宁在主场被上海身心2比2逼平了 那么今天早场的另外一场是天心悬舰3比0大胜上海上岗 也让人有些意想不到啊 现在咱们看的这场生花上半场2比0领先也是有一些出乎意料 另外一场广州福利现在是2比1领先着广州恒大淘宝 这四场球到目前为止都有点还挺出乎意料的 是吧 好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 想要能够晋级半决赛 那至少下面场你得搬回来一个能搬平能反超最好 好 这样下半场比赛开始 橙色球1是主队山东东的台山 客队上海绿地生花是蓝色的比赛服 继续由莫洪涛和王宇陪大家一起来看 郭静敏 这谁啊 莫雷诺 就抢回来 张池也上了 张池也上了 那就三个欢人名额都用完了 张池 金敏道和郑征都出场 真是 和戴林都出场 张池是不是换在右边 崔威 崔威 然后郑征 看看还有一个是谁呢 金敏道是不是换在左边 吴京函也下去了 战友轮联赛 最近几轮联赛 张池和金敏道都是踢左右边前位 吴京函还还在 吴也在 对吧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 也是三个问题 应该是4312吧 有可能解放郭静敏 你看郭静敏好像更灵活了 他背后有王瞳 有金敏道和张池来护驾 他很有可能 那就是吴兴寒去哪 吴兴寒还在左路 吴兴寒还在左路 屏幕下方这一侧 对吧 他跟张池一人把一边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变成 会像是一个三中位 对吧 就是两边推得比较靠上 他就是 就跟踢对方这么打呗 防守的时候 吴京函肯定要退回来 对吧 你现在一看宋龙肉算是左边后卫的话 他可以这么算的 右边是张池 就是李松义吉尔加上宋龙 这可以算是三个中卫 李松义也不在了吧 李松义也不在了吗 右边就是张池 右边后 就是戴林 对吧 后边是戴林 吉尔 你可以说的宋龙也算一样 当然他可能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感慨 第一 起赛下角够狠的 第二 戴林换的李松义 第二就是莫雷诺真是劳模 该给个五一劳动奖章之类的 你看现在的位置站 吴京函在收 他收的比较深 右边是张池 他跟张池两人可以算两个异位 你看进攻的时候张池也上来 吴京函再上 后边其实是三个人 戴林 这是戴林 西赛 张池 然后你看他的中场 对吧 中场是 盲通脱后 他的身前是金丁道 好球 浩俊敏 漂亮又转一圈 传回来 哎呀 这个球浩俊敏是不是开打呀 右脚这个位置不好转这个弧片 金丁道今天状态相当好 刚才有漂亮的过人 这又是一记妙传 当时郝俊敏这脚过人也很漂亮是吧 三百六十度原地回旋 然后公款休息咱们公款加车必须要做调整 对 而且就是放弃 对对对 而且你这个调整还得 就极端一点 哎呀这是谁呀球肥挺好 看吴星函的位置啊 是吧 基本上现在是攻守的这个任务 现在都给他了 再打高球 坐着点 贝莱反见的一个加速跑把球拿住 这边吴星函 中间金丁道 再交贝莱 三个人连续传递 但是还是拉不动对方的防线 圣华队在莫雷诺的带领之下 现在大家都聚在禁区的附近 这算是一个中位上 吉尔右边 当时看看传球 还是不太准 另外一侧还有 禁区里面有点混乱 这球并不会给点球 这球又丢了 这球其实都不该带 但是这球也不好助理 是吧 紫星函连续的进攻这次 你看这贝莱真是原地强点 他不太能冲枪 犯规了 带领勾倒了圣卫斯 带领他真是换个理性力 然后可以这么算 其实上了他 去上了他 他换谁不换谁都不走 位置上肯定是不一样 撤掉了两个边后卫 一个边前卫 这就是真是上半是零比二 下半是真的有点极端的变化 从人员一下上了仨 对吧 全化再有阵型也有这种变化 因为你零比二和零比三 零比四是一样的 你哪怕一比二 你可能下一回合也很困难 所以必须全化 而且整个阵型也要大动 当然了如果你心里上有一个塔尔德利的话 能变得小一点 咱就别想塔尔德利了 没用 这就是你上半是确实没想到生花的这个 我估计是马上算是没想到这个这个 而且人发展得很好 下半是马上 你先知道环是亲人之身 你先还 脚头 现在看起来这五分钟梯的有一些效果 嗯 零花在进区里边已经慢慢开始要乐 但是他这么打呢 鲁能这么打的更多是打高球 身弯这么打的就是打想打 打你压出来我一上等身后 这在这能化上这个 能化过去 已经化了金螃光 诶 王大雷 刚才他好像滑倒了一下 但是如果他要再出问题的话 那刹灯队可就麻烦了 允修 托维斯 上半身鲁能其实防守 我印象中有三个队员吃到黄牌了 而且是连续 正正 然后佩莱 佩莱 是吧 三个人都吃到黄牌了 那行 现在就剩一个 把这个隐患也扫除了 就剩佩莱 然后现在中塔这个是吧 到三角的站位 两边的一边安了一个翼卫 这个翼卫呢 一球的时候就抢对方的翼卫 有球的时候就在这边拉坤木 是吧 他也对死你了 马上就说我上半身要知道你这么打 我就干脆 开始我也这么踢就完了 这叫什么 这叫现学现役 对 你排这什么 我也排这得了 你跟这什么呀 就是切尔西的银钞一样 后来呢 你看那个热刺在他打也是 我妈就变了 包括这个曼联不理妙 是吧 还有把这个连下的时候碰到翼卫 就这么一遍 这个是对死你了 对吧 你哪强 我也在哪跟你这队着干 这样呢 还真是很简直 你不能用更先进的阵法来特制它的话 但是一样的至少不够下风 嗯 那现在肯定队呢 这个不够下风以后 在这个可能班军的意愿上就比较强烈 所以说现在下面呢 前几分钟占一阵的优势 但实际上升华这几个竞争之间的威胁还依然存在 五星号越抢越靠前 少一个中位 但是五星号推进没有那么快 而且上半时努能的中场吃亏 他下半时这个金星道上了以后 他中场也仨着了 对吧 这下也行 就是你在哪些区域呢 现在你人数上不吃亏了 你就可以有球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套路打 戴林自宗的力度也不小 但是就叫全中 没错 他三个中位里边有一个可以上去 刚才宋总也顶人家了 因为对方全收回来了 再加上可能只有一个马丁斯 这也是够用 钉马丁斯的话 你得留一个快的 你如果没有快的话 留的人再多也没有用 金星道积极的回房 这中场我还说呢 就问马丁斯老师有时候自己放葫芦 还不太爱改正 但是今天至少做到了改正 改正的办法我觉得也挺妙的 直接复制粘贴 但是他下半时直接直接混三个队 这万一真是有球员伤病了 万一王大雷 你看刚刚王大雷往膝盖上 这真是真是真是很麻烦 我觉得郑争你还是让他 他留下 留一位啊 对吧 你尽量减少一个换上名额 然后再留着后手 这好点 他留下 吴星寒换上来 对吧 你让他打这个异位 或者是怎么着呢 再有其他 吴星寒换上去也是用了三个呀 哎呦 远远 你把这 王同 王 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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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 那就吴星寒还在 对吧 但是你留他的那张池和金银道就上去 王同拉回来打中卫了 对不对 这完了呗 你又觉得中场没有一个纯防守的 这个马亚德也是算来算去 干脆我还是把三十都换下来得了 而且还能显得自己有魄力 嗯 肯定有上了 这次船得不错 给到台台台台拿好 做给西赛没坐过去 嗯 就给他拿了 从这儿 从这儿要打透了很难 是吧 这个球呢是台台的特点 对 在这儿拿好球 在对方防区的腹地 来一个高空的司令塔 站得深看得远 嗯 伍维斯捂着大腿的外侧应该是被顶了 嗯 伍维克也赶紧变招 城镇被王守顶替下 联赛输给全界的比赛 这个新华用王寿廷 低了最后10分钟左右 那几分钟那场面 比经济期赛的时候强多了 王寿廷呢 也就是现在年龄 可能稍微大一点 当比赛也少点 对 但是他在场上打一个后腰 至少你不说有攻吧 至少无过 你放一个经济期赛在那 就是这场上十打十一 王寿廷换的是同阵 是吗 这俩还真争议点抢一抢 水球以后声对寸步不让 立刻就地断下来 浩久敏村左边 吴清涵一对一有机会 哎呀 相对的防守的硬度 或者说凶狠程度也上升了 都不用戴林了 直接王农就看着了 对吧 他在这个位置 就先把戴林身前这雷扫荡 你在过去呢 后边还有戴林 戴林上了吧 是吧 现在先给你封死 我压得靠上 我一定要把你 最有威胁这个点看死 其他几个点 我可以先不看 这个真是我觉得这场球 马加特上 马加特一开始失窜 这个肯定 是吧 但是那上面上 靠在这个教练席边上 身体不动 脑子没少动 所以下半身的亡羊补牢 但愿效果会好点 亡羊补牢 我觉得现在来看 深花进球的可能性变小了 但是山东队进球的可能性 没有明显的 这个决定性的增大 所以进攻上还是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个球队现在进攻上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 还真是就是卡尔德里 看这下第一脚出球 细赛又被断掉了 这顶住了鲁能队下半身开始那三板斧之后 现在深花呢 又开始有球控制节奏 哎呦 真怪 这球上了帽了 上了帽了 马丁斯 真把戴林就晃了 传进来 可惜没有人跟上 这球倒还能完成传球 对吧 这说明戴林的确是看马丁斯 挺难受的 怪不得一开始不让他手发 所以说人家马丁斯不是没有想法 约位了 没有约位 其赛追不上 其赛也没什么速度 这个球最后 应该是给了小球 对吧 李建民肯定觉得我铲球 这些铲到球队 球是不是踢到其赛的身体上 改翻吗 没有 划得很快 当时传进来 吉尔犯规了 吉尔 是不是我记得上半场也 对啊 吉尔是有一张吧 没有 没有 一张 配莱崔薇 和正正 对 我记得是中也有一个 不是吉尔 这头吉尔是手上有明显的顿过吗 再看看回放 好像左手抬起来了 黄肉顶上了以后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 它可以一般不是以进攻建长 对吧 而且有点高度 这样呢 就相当于再增加一高点防空 确实对方反处的话 城镇也年轻 这身材也不占优势 好球漏过去 给浩俊敏啊 强行传中 哎 反而二点 浩俊敏拿到机会 左脚打门 球性了 搬回来一个 下辈场第18分钟 这样比赛 悬念又重新产生了 左脚 浩俊敏打的倒是很崇荣 我就觉得打了左脚 是不是不靠谱了 这球呢 一开始 实际上张池有机会 边中配合 走内部找到浩俊敏 没给 但是这个 运气站在了商量队一边 自己的队友不给 但是对方解围 踢到好几个脚下 再看 当时给解围不好 外边保护不好 确实这个位置保护不好 全给压回来 保护且不说 我还是觉得李建斌 是一个可以制造机会的球员 给对手制造机会的球员 再看 李建斌关键是什么呀 他 首先呢 他要看人 就是他要盯着他身前的高中锋 然后再看球 所以呢 这球处理的是有点不干净 你在禁区里显为 没欺负禁区线 怎么也说不过去 又来了 就是越位了 哦 越位了 越位了吗 嗯 推了 换一下 换上一个防守型的中场 这招 霍伊特倒是想到 但是刚才那一下 还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 对后卫线的保护 因为现在你 都给你压回来了 所有防守队员可能都在挺区内 这一下可能会让你不停这个位置 你二脸不一定会保护的很好 马丁斯又来了 这边戴林是直接跟他 戴林啊 真是防不了马丁斯 真是快 他转阵也快 戴林如果不想着他前面 真是很容易被他晃掉 实际上很多成功球迷建议说 这场球可以让王同回来 我觉得这招还真是不错 本集机会 好几米拿球 远端是西赛 佩莱在后面 好球 塞给佩莱 差一点 孙世霖解围了一下 哎呦 哎呦 这球 我们愿意没敢接 孙世霖那一下 像刚才 你看接球那一下 阿科的腿在地上 左这一下 这那下可能很容易受伤 对 你看 特维斯倒在地上打滚 然后露着一个眼睛 再看裁判 毛剑青换下 干脆不用了 下来演戏 特维斯今天虽说 依然是那副 比较慵懒的样子 但是至少送了一脚 不攻 第二个进球 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关键 特维斯也没法怨伯爷特说 你干嘛换我 伯爷特可以回答他说 你不是伤了吗 你不是在那滚乱天了 这会儿真是得画画他 这会儿你需要一个跑动积极的 是吧 防守能 进攻能上去 防守能回来 你真的需要跑 别的不讲 速度比较 你不能按照原有那种节奏走了 因为现在人家变了以后 对你的压力大了 这对马尼斯换位置 是吧 不能在那边去接球了 换个右脸 躲着点带林吧 哎呦 我突然在一想 还有一个曹冰病 反正你还没上呢 对 是啊 这会儿要上来 那又是一大炸弹 嗯 还有后手 对吧 生花呢 还有两招呢 还有一招 还有一招 对 你就换了一个王州艇 翻译 这球草皮的施华帮了吴兴涵 把球抢回来回座 速农推 银满道 哎呀脚下呀 今天晚上另外那场集结杯的比赛 广州福利已经三比一领先广州恒大淘宝了 恒大那场球上了一些替补 另外呢 这个U22亚洲威力选赛 中国队和柬埔寨队打成了0比0 已经结束 莫连诺断球 前面有马丁斯和毛建青 毛建青在拼命的跑远端 这球过去了 毛建青 一对一 这叫打门 这球打得漂亮 这个换人的后手 虽然换的比马加特慢 但是伯耶特的这个效率绝对高 这个还真跟郝军敏那个球很像 管用 都是左脚打进去的 不是管用脚 而且都是对方后卫给他做过来的 吉尔呢 也是被这两个快速的对手 搅得有点晕头转向 这球第一点没有能够解围 反而垫了一下垫给了毛建青 满脸草皮的王大雷有点郁闷 没错这个球我感觉毛建青 我觉得他贴进来的下一对一 会不会再选择其他的这种调掌 没有 直接打了一脚 这个黄大雷是不是这个球也没看清楚 是吧 他这个角度太刁了 确实是打着转 这个然后还有一个防守队员 贴着立柱 对正是这个一个远点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你马达特由于一开始就落了后手 你必须用这种像您说的极端的弥补的方式来改变挽救场上的局面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挽救的效果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变化 没错 对方的替补席上一堆人 这个你刚才这下啊 对方这么攻你 身方就显得进攻反击的力度差 你要是真是敲山震虎 你再给他像毛剑青带一上 镇压是敲打的 你就有机会了 对吧 因为特维斯我觉得在这个体系里 就现在这种状态 就别踢了 唯一的作用就是挨踢了 一会被这个踢倒 一会被那个推倒 但是伯耶特呢 不是一个想浪费时间的教练 这样三个科长进球 目前两个竞胜球 圣华队在八进四的前景 已经是极端看好了 而且我觉得三比一 未必至最后的比分 毛剑青和马丁斯还都渴望进球 毛剑青那又空了 马丁斯自己射门了 我现在又想起来 孟王您说的了 要是把正正留下呢 你这个中位的速度 别再想 你把速龙换下去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还真是 正正可以 他起码左边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速龙也毕竟是打踢补 来了以后都是打踢补 或者把王瞳拿回来 对吧 你也能防一防对方的这个快速的前锋 好球 好几米妙传 张池上来了 唐靖民区以后还有一道防线 今天孙世林的表现比周末的联赛提升了很多 小球 佩莱没有拿到二连可以打 但是之前又是吉尔先被吹了犯规 如果1比3的比分 或者更大的比分差距保持到中场的话 如果说句实话 下回合 塔尔德利是肯定不用上 什么佩莱吉尔也都不用上 你就觉得放弃了 直接改成员 你想你想进吉的话 你得在虹口进升华三 这个难兜不小 鲁能确实老自豪过去也是 在独协杯赛场上 打不很多的漂亮仗 包括首届独协杯的冠军 就是从生花手里 那时候一说独协杯先想 一是鲁能 二是关 对吧 这俩都是在独协杯上 刚最近这几年 就稍微弱一点 陈能最近也拿过 当时麦格文绝杀江苏 而且前几年是 恒大不太重视独协杯 对吧 最近这几年开始重视 尤其李皮那个阶段 他打独协杯基本上就 杀二队 想到的 能想到的 基本上现在也调整了 但是效果呢 开始也有效果 也进球了 但是你调整 人家也有调整了 对不对 你现在光攻防守 也难讲是铁板一块 这个下半掌一开始 做的调整确实有效 但是呢 你得把你自己 所有的余量都用完了 没错 毛建青 你看上来球没进够呢 他还憋着再进你一个 好球 过点正好 马宁斯 哎呀 球挺大了 那你反应很快 可能马家特今天赛前想的是 哎 我看你们和全剑 和之前的联赛的录像 看得很熟了 我这42绝对磕你 结果人家推翻了过往的自己 好球并不越位 王林 因为王林左脚也能穿中了 现在 嗯 要不然你敢打左边后卫吧 是吧 好球 牛尾巴 现在跟下半时换人之后的 那个开局 又是完全是两种 惊慌 因为你第三个球丢的 太伤势去了 球员们自己也会算 咱们在这算 下一回合不用上万元了 他球员自己也在想 我去鸿口 我进深花三个 对 而且你也得提防是什么 现在人家反击进攻的力度很强 是吧 效率很高 你不像刚开始那个阶段 我供上去后会儿不担心 是吧 这里有三个中位 然后至少还要加上一帮铜 够了 现在不行 现在提防着别被打花了 王林东 好球 这个反向 看见王少廷了 王少廷想走那些 这就过不去了 真的有换 李云秋 不换 现在 我觉得边后会也没必要换 是吧 再换 我觉得可以考虑 再打个六七分钟 莫雷诺休息 莫雷诺不能休息 你毕竟再打六七分钟 还剩五六分钟 不 不能换 这真不能换 真的 是 神龙队不能少塔尔的地 神花呢 真是 确实是这样 神花呢 不能少 有这人没这人 这一个队就真是不一样 一个他 可能另外一个瓜林 那今天那个 我觉得瓜林在场上 最后可能把瓜林换了 让他歇会 比如上防守条 那会可以 但是我觉得莫雷诺 不能换 这真是对魂了 不光是进攻 现在今天在防守上的作用 包括很久以来 在防守上的作用 这就是此小笔掌 你换下来 马上这个 鲁能 就他的优势就起来了 对吧 你他最怕的人下去了 对 之前莫雷诺 很多次绝杀鲁能 可能 山东全队 都对他心有忌惮 反正要是我 肯定不能不换 对吧 你不差这十分钟 难道倒也是 谢不了多少 而且他本身就干着俩人的活呢 是吧 你防高攻的时候 这就是最有力的一点 马上 这个球还是莫雷诺从左边传的 是吧 真是 对吧 真是他传 没看出这球 应该算人家助攻 再就是宋龙这球 应该逼上去啊 他可能觉得 你把电轻左脚切进来 你还能怎么着吗 是吧 逼住你的右脚就行了 相同这第一个丢球 也是宋龙一看 吴兴函倒了 他没有靠上去 而是站得离着两米 在看着对方起球 在这边的散场里面 哎呦 李云秋也开始细耍对方了 这场球拿下呢 乐观一点说上海生花可以考虑一下 卒业杯决赛的事情 这个赛季呢 在通过联赛拿到的这个亚冠资格赛的名额被他们打丢了 下赛季如果能通过卒业杯拿到亚冠正赛的资格 那更进一步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远迭总算抢到一个投球 打了一场这第一回啊 对 西赛其实过去状态好的时候啊 他也并不是以这种高球见诚的 你看他也是大反击 你看真换了 真换了 张璐替下莫雷诺 那我刚才失算了 不是 你对他来说有十分钟也不错 现在真是觉得三比一了 对吧 三比一呢 靠谱一点 又是课长 当然我刚才是那句话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换 是 你说完了我也同意 因为那歇这一会儿 你没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对不对 但是这还行 这能歇十五分钟 周末联赛呢 上海生花回到主场 去打一场很关键的比赛 对手是北京中和国安 所以如果打别的对手 可能布埃特也就不让他今年歇了 主场还好 是吧 当然国安这场球不好踢 国安现在的变化也很多 国安现在正在尽头上 国安踢的呢 有点像就上个赛季的生活 曼萨诺带的时候 很多那种风格 而且我为什么曼萨诺 说曼萨诺是上赛就一直很推崇这种打法呢 其实我看得最清楚的一场球 就恰恰是打三分钟路能 那场比赛呢 也是应该是我印象中也是他的主场 给路能抢的真是没皮抢 对吧 这真是高压皮抢的一点皮都没有 然后凭借莫雷诺的进球 对 全场死定 对 然后呢 就通过几个反击 包括莫雷诺这些球员的发挥 那场球 1-0 1-0 还是三海我忘了啊 就那场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反正上个赛季 山东队打了三场全输了 和神花 在上个赛季被完成了三场 张璐打的就是莫雷诺那个位置也是中场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应该下 下呢 断下来了 进行道 打门 我觉得还是不应该下 对吧 虽然没打进去 但是很危险 你在这个位置丢球 我觉得不会少 对 但是你下呢 你有一个前提 就是其他的球员要统一思想 对 还要正常发挥 对不对 别出现那个很低级的这种突然 因为队员也可能觉得 哎呦 这个队长下了 对吧 这会儿呢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波动 另外呢 再就是可能 和一克也看到山东队 现在市气下降的比较快 低迷的紧啊 哎呦 黄建青过掉了G2和 进行到沙道禁区 传门前 ha 这边都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丁丝这半天感觉也歇了 现在神花前场就指着一个毛建青 另外莫雷诺踢下去了 休息了 曹明令今天就没上 今天就休息 更完全的休息 一直跟邱盛琼 我看这俩人在那坐着聊天了 神花打得很轻松 当然下半时开局给他的压力 鲁能调整以后给他的压力不小 再来强行打门 依旧没让李帅做出侧扑 今天李帅这球也是站着就踢完了 毛建青 突然甲的毛建青可快 太能过带领过得追不上 你看我就说马丁丝这会儿也觉得 我也想下去休息 马丁丝说你跟远点走 别让我带一斜插抢前点 现在三比一领先了 对吧 大家可能除了毛建青现在还在那边儿命 其他的稍微收一收 你看神花是进攻投入多少兵力 两个 就两个呀 他上半时也是两个 现在这五三都在后头站得稳稳的 根本不过半场 左边过了一个半场 王林上去 但是球没给 还是交毛建青 右边李云秋也上来了 完全不着急打了 神花对虹口的自己的站立也很有信心 三比一足够 我看另外那边福利和恒大 四比一了 福利 这是福利的主场 月秀山改成金色座椅以后的第一场球 莫然据说改了风格 还真是 这球有机会张池左脚打 他左脚是真不行 上一轮山东联赛输给恒大呢 也是最后张池解为失误和刚才吉尔那个很像 但是那个球呢也不能都怪他 那也是恒大打了一个还算是组织的不错的整体的快速换机 这有这膝盖被把他这身体给整个屁股压在腿上 对 百家训那边刚好 这边李云秋再伤的话 张雾能踢 对吧 张勇能踢 多久没踢了 没大问题 对吧 估计还是有点 因为那一下 这是挺翻的 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 真是很容易 这个膝盖掰了 你看李帅戴这袖标奇怪了 来自哥伦比亚的人家李帅 那是莫雷诺给的 是吧 莫雷诺以后这个李帅的兜里得掩着一个背着一个 不是我想说这个景象以前他们没见过 所以我说奇怪吗 因为莫雷诺就没歇过 嗯 但是进区外没有任何人来接 交到吴兴涵 吴兴涵出来接一下 坐回来 王虫传进去投球 还有机会再打 门前又被解围了 实际上如果鲁能我觉得再打 再搬一个 对吧 我觉得第二回合真是有悬念 你觉得呢 再搬一个2比3 那你还是到了客场要进三个 你说好点啊 进三个的同时可以允许丢两个 但是我觉得在客场进三个 这个目标有点大 有点大 倒不在于说你净胜几个 你哪怕3比3 我觉得这也有点悬 再看看啊 高球 你快摘得很稳当 所以这个两回合的比赛 你主队一上来 给人那么多客场进球 那真是灭顶之灾 你要说四回合有机会 打个1比0那是有机会 你打3比2可就难 满家客的脑子里呢 真是时不时碰一点小火花 颠覆自己颠覆大家 有的时候这火花呢 就真烧着了 比方说上周联赛虽然输给恒大 但是那个新阵433或者4312 挺晚用的 算是好的小火花 今天这个就去 把塔尔德利放在看台上 真的就是 一开始就让了对方鞠马炮 你打生花你也不能说 你就设想生花进不了球 生花的进攻的能力 摆在那里 你赛前不想一想 如果生花先进球 我先丢球 那我靠什么能得分能扳平呢 胸部坐下来 哎呦 这一下比较危险了 这黄牌没有问题 进行到想要俯身用胸或者用头去接球 但是对面的柳云秋上来直接抬腿踢去了 一张黄牌 这位球点很好 看看好几米 林斯脖子上的汗都要干了 半天没跑了 什么 人是真曼的 如果手柜 跟刀 败uhan 他们也去捐 善意 善意 行 宋龙在边上是帮着瞄准的吗 可以打呀 左脚球员打吗 我觉得右脚打 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郝君敏这个跟球太平衡了 这个不太好 七彩 哪里 真轮啊 没有多大的劲 这球打成这种球 这真是 是吧 要是你就贴地笼 要是你就打一弧线 老建青的机会来了 这边有马丽丝 马丽丝 球没有解围干净 马丽丝在远端说 我好歹冲一会儿 那时候是汤大 但是没大的话一下子对面的防线站得很平 也很容易就一下透过去 我觉得这个球啊 三比一之后 生中队 别看这个比赛再继续在进行 球员们也在尝试着在进攻 但实际上自己脑子都是懵的 完全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就应付攻势 把这个比赛进行完 把攻势继续下去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攻能有效 看看这边张璐 挤进来了 哎哟 好了 刚才我们从那个底飞上 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杯斯丽丽决赛 次回合各场比赛的直播的时间 手回合的大幕 哎 好球坐回来 哎呀 王健青 没拿到 但是球还在马丁斯的脚下 马丁斯扣一个 第二个被解围了 长冬队的反击 陶俊敏 人球分过 没有绝对速度 这个手回合的大幕呢 基本上即将落下了 福利和恒大那边还在进球 恒大搬了一个4比2 天津悬舰是三球大胜 这边身花客场3比1 可能悬舰都不大了 另外江苏和身心是72比2 这恒大 恒大如果搬成2比4的话 我倒觉得它回到天河 未必没有机会了 所以和次回合的比赛时间 大家看看清楚 后面的比赛依然是扣人心弦 继续边路 丢了第三个球 鲁腾我估计有点泄气 那会儿队员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说不好听的场上就行尸走肉了 完成比赛 所以这场球双中锋 应该说对马克尔来讲 这招不好 没有打出 至少我觉得没有打出 他想要的一些效果 他想要什么效果 我真是想不出来 他想让谁给双中锋传球 从哪传球 我真是看不出来 这赛季初期 塔尔德利还没有恢复成神塔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这俩人打到 那个时候 这比赛打得 就反正很刻板 你要遇上有一个 其中一个人状态爆棚的时候 那还能险胜 但是实际上这比赛的流畅 王阿雷怎么到这来了 还差点王阿雷助攻了 比赛最后一秒 险些再生波澜 但是神灵队 依然是没有能够完成进球 这样全场比赛宣告结束 直接被四分之一决赛 首位和神灵队 在主场一比三 输给了上海绿地生花 不守 而且生花进球时间早 他确实还有时间 看看马加特的调整在哪 但是你关键Tip席上 你没有 没有塔尔德利是吧 对啊 那肯定啊 没有塔尔德利 你别说塔尔德利的 你现在厂上加个蒙迪月也管用 也没有 再加个阿罗维西奥是吧 也管用 阿罗维西奥就算了 阿罗维西奥其实这厂上有俩中锋了 另外球 想骗过王大雷没有成功 西奥确实很努力 西奥你都让他这样拿球 他也很吃力 这两个人顶到前面啊 还真是得靠中场出球 就是郝君敏如果说打活一点 这两个人有机会 或者两个边呢 包括组织 我能更立体一点 是吧 两根能拉开 但是郝君敏要被冻结了 因为他现在是两个中场 人家对方一围他 这郝君敏不一定真正能把球拿好 那俩人顶着前面呢 人俩盯着中卫的一盯 真是就不太好打了 他说塔尔德利好在哪呢 塔尔德利这太自由了 对吧 他拿球以后 他想过去就过去 他要想出球 那球出的也很有危险 又一张黄牌吧 刚才郝君敏拿了一张 现在崔威也要拿 山东队现在踢得非常的被动 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现在场上山东队没有爆点 每一个点都被压制住 这就是你442打532的时候啊 你有些点是不太好打的 就是你中场这几个人 可能活不起来 但是你俩边好 你俩边如果打好了以后 你老是吃他那个那异位啊 你可能会打不舒服一点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天津 不是这个鲁能到现在呢 还没有真正的在 有左路还好 右边的弱点 不是你现在谁吃谁啊 现在这个这个王林和吕云秋 把对面的边前卫边后卫 一边俩人都摁得死死的啊 看这球 哎呀 回来稍微一慢 还好球没丢 左边空了 给过去送龙 这龙也没有突破的能力 右边 看看李松义这边 李松龙强点 但是有限啊 也只能回团中路 再吵右边 OK来扯进场 但是这一下踩到了李建宾 这个球就这种球最难受 你要是打高球啊 对吧 这中文一般都没问题 就怕得骑着腰眼的球 45度不起 还是在做配合 王同转右边 李松义 哎呀 这个TV要多拿球啊 尝试转身 你这球连接完了停都不停 直接敲给李松义 你让李松义怎么办 随为转到左边送龙 中场横向左中右左中右啊 但是没有办法往前发展 好几米球丢了 这次终于特维斯可以拿球了 直传找马丁斯 速度蒸蒸和马丁斯 马丁斯快了半个身位 完成打本 球尽了2比0 第三十分钟 马丁斯没开二度 过去几年的两队的对抗当中 莫雷诺是山东队最大的枯主 今天看起来有新人了 村里来了一个叫马丁斯的 这比莫雷诺更可怕 对啊 这就是你狂公你后边 莫雷诺跟特维斯就干这活了 对吧 当然特维斯 我们一直在讲 马丁斯在这个体系里的作用 肯定比特维斯要好 当然这个球是 传得好 特维斯给的吧 对 特维斯他想干一个莫雷诺的活 但是其实可以 是吧 莫雷诺上不来的时候 特维斯就当过阿林士 然后他跟这个 因为他传球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马丁斯到了 球传过去了 咱们俩的中卫要听马丁斯这种特点的球员看看 这要行 他上半身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上半身中再打一个 踏实了 我也说了 我说这三中队还有很多时间拿来丢球 因为你进攻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左东右倒来倒去 你倒好了行 你看倒丢了怎么办 对方那可有快速前锋 刚才就是浩俊敏中场传球一个失误 立刻就是灭顶之灾 这球五星函打门 远射倒也是一个办法 至少不用沾你那五个后卫的边 马亚特靠在教练席的边上一筹莫展 广州恒大淘宝 这四场球到目前为止都有点还挺出乎意料的 是吧 好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 想要能够晋级半决赛 那至少下半场你得搬回来一个 能搬平能反超最好 好 这样下半场比赛开始 橙色球一是主队山东东的开战 客队上海绿地生花是蓝色的比赛服 继续由孟洪涛和王宇陪大家一起来看 这谁啊 莫雷诺 还是莫雷诺 就抢回来 张池也上了 张池也上了 那就三个换上名额都用完了 张池 金进道和郑征都出场 真是 和戴林都出场 张池是不是换在右边 推威 然后郑征 还有一个是谁呢 金进道是不是换在左边 五星函也下去了 战友伦联赛 张池 最近几轮联赛 张池和金进道都是踢左右边前备 吴星函还在 顾如也在 对吧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也是三个位 应该是4312吧 有可能解放薅俊敏 你看薅俊敏好像更灵活了 他背后有王瞳 有金进道和张池来护驾 他很有可能 那就是吴兴涵 吴兴涵还在左路 吴兴涵还在左路 屏幕下方这一侧 对吧 他跟张池一人把一边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变成 会像是一个三中位 对吧 就是两边推的比较靠上 他就是 就跟进对方这么打呗 防守的时候吴兴涵肯定要退回来 就是戴林 对吧 后边是戴林 吉尔 你可以说是宋龙也算一样 当然他可能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会有一些变化 这感慨第一 西赛下角够狠的 第二 就是戴林换的李松毅 是吗 第二就是莫连诺真是劳模 该给个五一劳动奖章之类的 你看现在的位置站 吴兴涵在收 他收的比较深 右边是张池 他跟张池两人可以算两个异位 你看进攻的时候张 左边过了一个半场 王林上去 但是球没给 还是交毛建青 右边李云秋也上来了 完全不着急打了 陈花对虹口的自己的战力 也很有信心 三比一足够 我看另外那边福利和恒大 四比一了 这是福利的主场吧 月球山改成金色座椅以后的第一场球 果然据说改了风格 还真是啊 这球有机会张池 左脚打 他左脚是真不行 上一轮山东联赛输给恒大 也是最后张池解围失误 和刚才吉尔那个很像 但是那个球也不能多怪他 那也是恒大打了一个 还算是组织的不错的 整体的快速管机 这有这膝盖 对吧 它是身体给 整个屁股压在嘴上 对 百家区那边刚好 这边李云秋在伤的话 伤务能踢 对吧 多久没踢了 没大问题 对吧 估计还是有点 因为那一下 这是挺翻的 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 真是很容易 这个膝盖掰了 你看李帅戴这袖标 奇怪了 来自哥伦比亚的人 那是莫雷诺给的 是吧 莫雷诺以后这个 李帅的洞里得掖着一个 背着一个 不是我想说 这个景象以前 他们没见过 所以我说奇怪 因为莫雷诺就没歇过 嗯 这虽然有是位置 你看他在无球的前场那样站着 但是他不属于4-2 那你要打这种 像双高 就是过去马加特在得奖 在拿冠军那次用的双高那种组合的话 你就得把边打好了 把边存球传好了 托尼和克洛泽是吗 那他没带过 那会儿也是 对吧 也用过 但是托尼是还打得少 那个阶段 好球 崔维好球 佩莱又慢了 他主要是那个阶段在格拉菲特那几个人 是吧 格拉菲特和哲科 对 在朗宝那个阶段 那也是标准的双高 4-2 这球看出来崔维的能力了 但是也看出来佩莱实际上 我刚才说他移动强点差 现在冲刺也比较差 你这俩前锋打不好 这个体系就证明你不太好打 你就这两个人要更多的 一往边路扯动 对吧 多去侧应边路 就是两个人不能都在中路站 再有 你像贝莱刚才我一阶段回撤 这也是对的 对 要撤回来 对吧 拉出来 但是拉出来 人家现在三个中位 你确实也拉不出什么空档来 你拉不动 每次你回撤 有个中位跟着你 身后对方的另外两个中位 还严阵以待 一般的是什么 就是对双中位的时候 二方二对二的时候 就一拉一插 这是最合适的 你拉出一个人 然后突然打身后 对吧 然后这样是有效的 但是现在你拉不出来了 你后边这仨人等着你 头从振 对正正好球 坐回来特维斯 行了 这莫林诺没上来 莫林诺现在干脆 我就也踏实会了 对 是吧 我省心了 对 你不是愿意什么吗 那现在反正我也二比零领先 我稍微在后边待会儿 你特维斯前面拿球阻止吧 特维斯有的时候呢 空档还行 但是一对一的时候 他过人跟莫林诺比起来 就差太多了 两队都有人倒地 但是比赛还在继续 配莱在对方的要求之下 把球踢出了边线 参动队是崔薇 然后升华是莫林诺 刚才脚下一滑 今天草皮的质量啊 确实不太好 李健斌吃了一张黄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一下 踩到了崔薇的脚踝 对李健斌来说 这是正常的防守动作 还非常友好 回来拍了拍 崔薇 高点吉尔能抢到 但是运气不好之后 第二反应像您说的 没有了 上一场联赛生花呢 光临不上以后 他中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个中场控球不好 然后莫林诺还要进攻 这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我感觉这场球 中场包括后场 稍微得有一个变化才行 而且他上双前 双外援这俩人不可能把一个外援放在边上 肯定让他打双块 莫雷诺的位置 你看今天也很靠后 他基本上都在孙世林的身后 这样的一个阵型 看起来还是对防守在现有的可能登场的人员的基础之上 还是非常重视防守的 开场进球 在客场进球那么快 在整个的180分钟的这一回合比赛的胜负的千屏上 应该说申华已经占到了优势 好球 李松一松到兴去里面 崔维再给 这球崔维还是应该更大胆一点 莫雷诺 前面俩 莫雷诺你看拿球以后就示意特维斯 你往前走 走 但是特维斯没走 对 你走这球给出去了 特维斯也不满意 说你早给我 你看马丁斯这次 对 来了 对吧 真差不多 但是特维斯干不了这活 马丁斯这一趟反击冲了50米 特维斯在原地没有任何的位移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前锋 吴欣函 西赛 没有塔尔德利 升红队的阵地战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下降 还是现在又比分落后 看看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 又有李建斌的失误 于不可能处献出可能 李宗益 近距离两个高点都在 但是这个球不好顶了 看来这个高点 它上轮连赛用得非常好 对吧 正是有时候你这防不上防 所以多上一个 而且靠右路的那个 应该是毕金号 对吧 毕金号这大个 要真正的去看佩莱 还是有点优势 佩莱也得动动 你老在那边活动可能差点 你往这边移 这边是李建斌 李建斌 别说看 稍微压压他 你看这是巴西人和阿根廷之间 绝对脚下不留心 特维斯作为过渡好了 别让他在前面冲锋 真是得马丁斯在前面 先不说谁的速度坏 从积极这个层面上来讲 马丁斯作为比特为自久 那场球莫雷诺的位置比今天要靠前很多 人家那场球人家三个中场打得好 那三个真棒 所以这个伯耶特也是及时修正了错误 今天把这些错误全都改掉了 李松毅总算传起来了 哎呦漏了 李建斌真是对方没有机会 帮对方制造机会 这球他应该解围的 没错 这个球呢 有点追身 他又是打着左脚位 所以呢 李建斌也很难受 关键他第一下他在看人 他看着那个新赛或者配来在哪 他看了一眼 其实球传着并不好 这个球就这种球最难受 你要是打高球啊 对吧 这中文一般都没问题 就怕这骑着腰眼的球 45度不起 还是在做配合 王瞳转右边 李松毅 哎呀这个TV要多拿球啊 尝试转身 你这球连接完了停都不停 直接敲给李松毅 你让李松毅怎么办 随微转到左边送龙 中场横向左中右左中右啊 但是没有办法往前发展 好几米球丢了 这次终于特维斯可以拿球了 直传找马丁斯 速度整整和马丁斯 马丁斯快了半个身位 完成打门 球尽了2比0 第三十分钟 马丁斯没开二度 过去几年的两队的对抗当中 莫雷诺是山东队最大的枯主 今天看起来有新人了 村里来了一个叫马丁斯的 这比莫雷诺更可怕 对啊 这就是你狂攻 你后边 莫雷诺跟特维斯就干这活了 对吧 当然特维斯 我们一直在讲 马丁斯在这个体系里的作用 肯定比这个特维斯要好 当然这个球是 传得好 特维斯给的吧 对 所以特维斯他想干一个 这个莫雷诺的活 但是其实可以 是吧 莫雷诺上不来的时候 特维斯就当刮林士 然后他跟这个 因为他传球 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马丁斯到了 球传过去了 这就咱们俩的 咱们的这个中卫 要听马丁斯这种特点的球员看看 这要行 他说到上半时 我跟他说了吗 上半时钟再打一个 踏实了 我也说了 我说这山东队 还有很多时间拿来丢球 我没有给过去 这边李松义上抢非常及时 他这球呢 要退的话 估计就凶多吉少了 你看现在跟 毕金号一直跟着佩莱吧 是吧 佩莱把球分出来 毕金号又回来 又放场了 这还不错 毕金号这一人干了俩日活 也是 毕金号 一个健康的毕金号 我觉得对生花生是很关键 来了就没有怎么正经打几菜 毕金函 陷入包围圈没有过去 又是毕金号的产墙解围 毕金号要再踢不出来 他这身材真可惜了 是吧 而且今儿这表现看着还不错 这个原来也是真是干点儿活的 在兼业的时候又当中锋又当中尉 其实看了生花现在防守的表现 我想起来昨天的苏宁的比赛也是532 咱们还说五后位不好使 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一样的比赛 不一样的球队 这个阵型的效果也就不同 刚才说了 现在生花队的防守 这五个后卫 限制了对方两个中锋 又限制了对方两边路的下地突破 可以说是 在90分钟开球之前 波耶特在排名不振上 已经先赢了一招了 现在转过身来找西赛 没有挑过去 松龙又上来 这会别说下底了 45度起球的机会都没有 浩俊敏再往底线冲 还是没有 回给吴兴涵 扣过两个人漂亮 可以左脚打门 第一号又堵出来 这个草皮今天质量比较差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太软太滑好像 没错 现在围攻对鲁能来讲 我觉得有有机会 对吧 你这个生花从现在开始防守 你保持 好球西赛 最有这是谁 陶鲁 陶鲁 看看 主要现在看生花反击的质量怎么样 争取现在能上半时再打一个 他现在稳定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上半时一直生花没有通过自己的进攻进球的话 我觉得也很危险 其实他真是很危险 帮您助攻上来 控制 摩雷诺再给特维斯 你看这俩人今天没有过任何成功联系 他给那球的速度弯了 觉得特维斯跟他的点对不上 所以我说特维斯他往前跑 对吧 他永远不是向前冲刺的 他在中场中间待着 队友也不把球都给他 都给摩雷诺 真的有点群龙无首 没有爆点 塔尔德利在前场的任何区域拿球过人 那都不成问题 刚才说了半天帕托的榜样作用 他说人家又进球了 进俩呢 还进俩 其实你不用看别的队的队友 你特维斯看看莫雷诺就可以 对吧 莫雷诺可能不像帕托那么多亲民的举动 但是他在这个队里面兢兢业业 没错 踢球你挑不出他毛病 对 对不对 这真是有队长那范儿 职业道德 跟球员的关系也好 对吧 这一点你真是踢不出来 他这样一个身材 虽然高 但是特别瘦 这样一个身材 老是防守的时候 进区里争高空球 这你特维斯 所以我说 这莫雷诺应该挣双倍钱 对吧 不光是还得挣防守队员的钱 我以为您说的 把特维斯那份钱挣了 那可多了 特维斯挣的太多了 把特维斯三分之一 应该给人莫雷诺 是吧 这是绩效考核了 这得有绩效工资 差一点 特维斯再活跃一点 刚才这球不错 这边还是空 左边还是空 莫雷诺没有给过去 这边李松义上抢非常及时 他这球要退的话 估计就凶多吉少了 你看现在跟 毕竟号一直跟着佩莱 是吧 佩莱把球分出来 毕竟号又回来 又放抢了 这还不错 毕竟号这一人干了俩日活 也是 毕竟号 一个健康的毕竟号 我觉得对生花 真是很关键 来了就没有怎么正经打比赛 毕竟号 陷入包围圈没有过去 又是毕竟号的 蝉墙解围 毕竟号要再提不出来 他这身材真可惜了 是吧 而且今儿这表现看着还不错 这个原来也是真是干点儿活的 在兼业的时候又当中锋 又当中尉 其实看了生花现在防守的表现 我想起来 昨天的苏宁的比赛也是532 咱们还说五后位不好使 但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不一样的比赛 不一样的球队 阵型的效果也就不同 刚才说了 现在生花队的防守 这五个后卫 限制了对方两个中锋 又限制了对方两边路的下底突破 可以说是 在90分钟开球之前 波耶特在排兵不振上 已经先赢了一招了 现在转过身来找西赛 没有挑过去 总锋又上来 这会别说下底了 45度起球的机会都没有 浩俊敏再往底线冲 还是没有 回给吴欣涵 扣过两个人漂亮 可以左脚打门 第一号又堵出来 这个草皮今天质量比较差 看起来没什么前景 已经是极端看好了 而且我觉得3比1 未必是最后的比分 王建青和马丁丝还都渴望进球 王建青那又空了 马丁丝自己射门了 我现在又想起来 孟王您说的了 要是把正争留下 你这个中位的速度 别再讲 你把速谋换下去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还真是 他起码左边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鼠龙也毕竟是打踢补 来了以后都是打踢补 或者把王瞳拿回来 对吧 你也能防一防对方的快速的前锋 好球好久没妙传 张池上来了 唐尼尼区以后还有一道防线 今天孙世宁的表现 比周末的联赛提升了很多 小球 小球佩莱没有拿到二连可以打 但是之前又是基尔先被吹了算规 如果一比三的比分或者更大的比分差距保持到中场的话 那如我说句实话 下回合 塔尔德利是肯定不用上 什么佩莱吉尔也都不用上 你就直接放弃了 直接改成员 你想你想晋级的话 你得在虹口进生花三个 这个难度不小 鲁能确实老自豪过去也是在独蟹杯赛场上 拿不很多的漂亮仗 包括首届独蟹杯的冠军 就是从生花手里 那时候一说独蟹杯先想 一是鲁能 二是冠 对吧 这俩都是在独蟹杯上 刚最近这几年 就稍微弱一点 陈东最近也拿过 当时麦格文 绝杀江苏 而且前几年是恒大不太重视独蟹杯 对吧 最近这几年开始重视 尤其李平那个阶段 他打独蟹杯基本上就杀着队 雅特想到的 能想到的 基本上现在也调整了 但是效果呢 开始也有效果 雅特维斯有的时候呢 空档还行 但是一对一的时候 他过人跟莫林诺比起来 就差太多了 两队都有人倒地 但是比赛还在继续 配来在对方的要求之下 就踢出了边线 其中队是崔薇 然后生花是莫雷诺 刚才脚下一滑 今天草皮的质量确实不太好 李健斌吃了一张黄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一下踩到了崔薇的脚踝 对李健斌来说 这是正常的防守动作 还非常友好 回来拍了拍崔薇 嗯 黄彤 随微 黄彤 找佩莱这球看看 佩莱能不能转身 坐给西赛打门 太正了 但是这次呢 两个前锋算是形成了有效的联系配合 嗯 其实大家都看今年佩莱进球少了 联赛踢到现在只有一个进球 只有两个进球啊 然后呢这个和去年下半城刚到球队那种大杀四方好像不是一个人 其实这也是球队不同战术体系之下这个单一前锋的特点能不能发挥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就是他就是桥头堡的作用对在前上压制 但是更多的是靠这个中场的塔尔德利 而且佩莱其实也是第一个赛季在南普敦替的还不错 第二个赛季其实也不行 嗯 对吧 他是不是真是就是一年一年好啊 只做一年就这样 他呢我觉得即便今年进球不多 但是这个侧应啊 他有作用 拿球啊 没错 封线组织这个作用是 所以为什么一直坚持让他打手划也是这样 对吧 西赛呢就歇会了 就是他跟塔尔德利这两个人搭 后边留一个吉尔 这就够了 但是呢大家都说像这样的 像他像其他一些意大利的中锋是体系中锋啊 嗯 什么叫体系中锋 就是身后你得有塔尔德利 身后没有塔尔德利呢 你两边能两翼齐飞啊 这二者必有其一 他才能发挥啊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单指着他一个人 那是不可能 看看这次传中的机会 传好还是点不好 简直你就不用睁眼就知道是他拿球 因为巨大的虚声 如影星髓啊 这就是连赛第一轮惹的事 第二轮 第二轮 那事惹的呢 你以为是停赛完了就结束了 其实还没结束 你看这边中卫也出来防 一个边位一个中卫 双人包夹之下 没有任何传中的可能 吴京函这一侧倒是很活跃 对吧 相对而言右边打的手 右边呢 因为就应该打右前卫 他要催杯吧 嗯 是吧 对 这位老师往中间收 这半天呢 很多时候他在中场中路站的时间比较多 没错 连赛里边这个赛地他倒是上的 但是 好球 特别鼓励 随微啊 其实我在干卫也杯山东队第一场比赛 打几名百家的时候 那场球对手弱嘛 那场球他的表现很好 有进球 而且中场拿球真有点耗聚敏的风范 但是呢 其他的比赛 联赛里边的比赛 包括今天 对手强一些的话 这个小伙子自信心好像还是不太足 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的能力 但是打弱队的时候 真是发挥好 好几名 送龙 哎呀 这刚过中场线 没带几步就要传中 莫雷诺漂亮 一拖二 两个人关门包夹 出来的是莫雷诺 还有皮球 把球送到特维斯脚下 特维斯一对一打吉尔 拿好球 能过掉吉尔吗 吉尔犯规了吧 没犯 没吹 这前面是 这球 本身过的时候就强大了 这吉尔好像不触特维斯 是吧 这就觉得马丁丝 还是觉得马丁丝有危险 对 不是你巴西人 出阿根廷人 这不像话了 在自己国家都说不过去的事 其在 哎呀 想学塔尔德利 但是这学不来 解围二点 特维斯拿到了 这次比较积极 穿当没有成功 他还是想这样 对吧 从他这儿到这儿 队友给他 他要拿球组织 生花球迷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莫雷诺拿球过人的成功率 还有特维斯拿球过人的成功率 真的没法比 张池左脚打 他左脚是真不行 张一轮山东联赛输给恒大呢 也是最后张持解围失误 和刚才吉尔那个很像 但是那个球呢 也不能都怪他 那也是恒大打了一个 还算是组织的不错的 整体的快速反击 有 这有 这膝盖 对吧 他这身体给 整个屁股压在腿上 对 百家俊那边刚好 这边李云秋再伤的话 张鲁能踢 对吧 张鲁能踢 多久没踢了 没大问题 对吧 估计还是有点 因为那一下 这是挺烦的 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 真是很容易 你的膝盖掰了 你看李帅戴这袖标 奇怪了 来自哥伦比亚的人家李帅 那是莫雷诺给的 是吧 以后这个李帅的兜里 得掩着一个 背着一个 不是我想说 这个景象以前他们没见过 所以我说奇怪 因为莫雷诺就没歇过 嗯 嗯 但是进区外没有任何人来接 交到吴兴涵 吴兴涵出来接一下 坐回来 王虫传进去投球 还有机会再打 门前又被解围了 实际上如果鲁能我觉得再打 再搬一个 对吧 我觉得第二回合真是有悬念 你觉得呢 你再搬一个2比3 那你还是到了客场要进三个 你说好点啊 进三个的同时可以允许丢两个 但是我觉得在客场进三个这个目标 有点大 有点大是吧 倒不在于装你净胜几个 你哪怕3比3 我觉得这也有点悬 再看看啊 高球你快摘得很稳的 所以这个两回合的比赛 你主队一上来 给人那么多客场进球 那真是灭顶之灾 哇 这个球山东队的后防线 出现了短路的状况啊 没错 首先这个高点就没人看特别这个马丁斯 对吧 按说他这小个大家是不是觉得 有点有点放松了 对吧 觉得不应该这球是给他的 再看一下啊 这个球呢 首先从边路啊 吴兴涵防守的时候滑倒开始 就有点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没错 再看一下啊 右边上来 吴兴涵追过来 自己滑倒了 被对方轻松的传说 多一个高球 这球吉尔看马丁斯 竟然没有看住 而且马丁斯关键 还有第二反应 对吧 这个球头没顶好以后 马上这球起来 然后突然打了一凌空 这种凌空球啊 我印象中过去马丁斯 还真打了很多次 你想他能空翻吗 对吧 这身体数是没问题 刚才这个球呢 吉尔是顶到了球 但是球呢 砸在了马丁斯的身上 高点吉尔能抢到 但是运气不好之后 这个第二反应 像您说的没有了 上一场联赛生花呢 关联不上以后 他中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个中场控球不好 然后莫伦诺还要进攻 这一下就不行 所以我感觉这场球 他中场包括后场 稍微得有一个变化才行 而且他上双前 就是双外圆这俩人 不可能把一个外圆放在边上 肯定让他打这个双块 莫雷诺的位置啊 你看今天也很靠后啊 他基本上都在孙世林的身后 这样的一个阵型呢 看起来还是对防守在 现有的可能登场的人员的 基础之上还是非常重视防守的 开场进球 在客场进球那么快 在整个的180分钟的这一回合比赛的胜负的签评上 应该说生花已经占到了优势好球 宇宋一送到兴去里面 崔维再给 这球崔维还是应该更大胆一点 莫维总啊 前面俩 莫维总你看拿球以后就示意特维斯 你往前走 走 但是特维斯没走 对 你早这球给出去了 特维斯也不满意 说你早给我 你看马丁斯这次 来了 又来了 对吧 真差不多 但是特维斯干不了这活 马丁斯这一趟反击冲了50米 特维斯在原地没有任何的位移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前锋 吴兴函 西赛 没有塔尔德利呢 生农队的阵地战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下降 还是现在又比分落后 看看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 又有李建斌的失误啊 于不可能处现出可能 另外戴林 他的位置被 被郑争代替了 郑争踢的中尉 宋龙踢左边位 没错 宋龙因为主要是踢边位 马丁斯 马丁斯 球进了 哇 这个球山东队的后防线 出现了短路的状况啊 首先这个高点就没人看特别 这个马丁斯 对吧 按说他这小个 大家是不是觉得 有点放松了 对吧 觉得不应该这球是给他的 再看一下 这个球呢 首先从边路啊 吴兴涵防守的时候 滑倒开始就有点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没错 再看一下啊 右边上来 吴兴涵追过来 自己滑倒了 被对方轻松的传球 多一个高球 这球吉尔看马丁斯居然没有看住 而且马丁斯关键还有第二反应 对吧 这个球头没顶好以后 马上那球起来 然后突然打了一凌空 这种凌空球啊 我印象中过去马丁斯还真打了很多次 你想他能空翻吗 对吧 这身体素质没问题 刚才这个球呢 吉尔是顶到了球 但是球呢 砸在了马丁斯的身上 高点吉尔能抢到 但是运气不好之后 这个第二反应 像您说的没有了 上一场联赛生花呢 关联不上以后 他中场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那个中场控球不好 然后莫伦诺还要进攻 这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我感觉这场球 他中场包括后场 稍微得有一个变化才行 而且他上双前 就是双外援这俩人 不可能把一个外援放在边上 肯定让他打双块 莫雷诺的位置啊 你看今天也很靠后啊 他基本上都在孙世林的身后 这样的一个阵型呢 看起来还是对防守在 现有的可能登场的人员的基础之上 还是非常重视防守的 开场进球 在客场进球那么快 在整个的180分钟的这一回合比赛的 胜负的牵屏上 应该说生花已经占到了优势 好球 宇松一送到兴趣里面 崔维再给 这球崔维还是应该更大胆一点 莫维总啊 前面俩莫维总 你看拿球以后就示意特维斯 你往前走 但是特维斯没走 对 你走这球给出去了 特维斯也不满意 所以你早给我 你看马丁斯这次 来了 对吧 真差不多 但是特维斯干不了这活 马丁斯这一趟反击冲了50米 特维斯在原地没有任何的位移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前锋 武昕函 西赛 没有塔尔德利呢 生动队的阵地战的能力 也有一定的下降 还是现在 远远 总算强了一个投球 打了一场 这第一回 西赛 西赛其实过去状态好的时候 他也并不是以这种高球健常 你看他也是大反击 你看真换 真换了 张璐替下莫雷诺 那我刚才失算了 不是你对他来说 有十分钟也不错 现在真是觉得三比一了 对吧 三比一呢 靠谱一点 就是课长 当然我刚才那句话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换 是 你说完了我也同意 因为那歇这一会儿 你没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对不对 但是这还行 这能歇15分钟 周末联赛呢 上海神花回到主场 去打一场很关键的比赛 对手是北京中和国安 所以如果打别的对手 可能布埃特也就不让他进面谢了 主场还好 是吧 当然国安这场球不好踢 国安现在的变化也很多 国安现在正在尽头上 国安踢的呢 有点像就上个赛季的生活 就曼萨诺 曼萨诺带的时候 很多那种工作 而且我为什么曼萨诺 说曼萨诺是上赛季 这很推崇这种打法呢 其实我看的最清楚的一场球 就恰恰是打山东路能 那场比赛呢 也是应该是我印象中 也是他的主场 给路能抢的真是没皮抢 对吧 这真是高压批抢 抢的一点批都没有 然后凭借莫雷诺的进球 对 全场死定 对 然后呢 就通过几个反击 包括莫雷诺这些球员的发挥 那场球 一比零 一比零 还是三海我忘了啊 就那场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反正上个赛季 山东队打了三场全输了 和神花 在上个赛季被完成了三场 张璐打的就是莫雷诺 那个位置也是中场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应该下 下呢 断下来了 进行道 打门 我觉得还是不应该下 对吧 虽然没打进去 但是很危险 你在这个位置丢球 我觉得不会少 对 但是你下呢 你有一个前提 就是其他的球员要统一思想 对 还要正常发挥 对不对 别出现很低级的这种突然 因为队员也可能觉得 哎呦 就这个队长下了 对吧 这会儿呢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波动 另外呢 再就是可能 华耶克也 是山东队最大的枯主 今天看起来有新人了 村里 村里来了一个叫马丁斯的 这比莫雷诺更可怕 对啊 这就是你狂攻 你后边 莫雷诺 特别是就干这活了 对吧 当然特别是 我们在一直在讲 马丁斯在这个体系里的作用 肯定比这个特别是要好 当然这个球是 传得好 特别是给的吧 对 所以特别是他想干一个 这个莫雷诺的活 但是其实可以 是吧 莫雷诺上不来的时候 特别是就当瓜林士 然后他跟这个 这个 因为他传球 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马丁斯到了 球传过去了 咱们俩的这个中卫 要听马丁斯 这种特点的球员 看看 这要行 他是不是说了吗 上半身中再打一个 他似的 我也说了 我说这山东队 还有很多时间拿来丢球 因为你进攻 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 行之有效的办法 左东右倒来倒去 你倒好了行 你看倒丢了怎么办 对方那可有快速前锋 刚才就是浩俊敏中场 传球一个失误 立刻就是灭顶之灾 这球 吴星函打门 远射倒也是一个办法 至少不用沾你那五个后卫的边 马亚特靠在教练席的边上 一筹莫展啊 这马丁斯还老能争到头球 随微挑传好球 这球差点过顶 生花这边有中锋啊 不是有中位啊 是吧 撒尔在这一围都是撒尔的球 球先出了点线 这场球适当的 伸动其实考虑了一些轮换 对吧 是 但是这个轮换的效果 是不是马亚特能够事前想到 轮换的人太关键 太重要了 他如果想真是要拼这个足蟹杯的话 我觉得不能把塔尔德利 让他休息 是 你甭说拼随鱼杯了 联赛想赢球 塔尔德利现在也不能休息 没错 你看这个佩莱加西赛的组合 它没有任何的创造力 这俩就是等的 对吧 就是等球的 等着你边上去以后 传高球的 这球应该算人家助攻 再就是宋龙这球 应该逼上去啊 他可能觉得 你把电轻左脚切进来 你还能怎么着吗 是吧 逼住你的右脚就行了 相同这第一个丢球也是 宋龙一看 吴兴函倒了 他没有靠上去 而是站在离着两米 在看着对方起球 打中就说 他厅房悉尔德利 他怎么着币 是 这样子 是 吴浏 杨幽 吴兰德利 吴兰德利 哎呦 李云秋也开始细耍对方了 这场球拿下呢 乐观一点说上海生花可以考虑一下 组业杯决赛的事情 这个赛季呢 在通过联赛拿到的这个亚冠资格赛的名额被他们打丢了 下赛季如果能通过组业杯拿到亚冠正赛的资格 那更进一步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远远 总算抢到一个投球 打了一场的第一回 西赛 西赛其实过去状态好的时候 他也并不是以这种高球健常 你看他也是大反击 你看真换 真换了 张璐替下莫雷诺 那我刚才失算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对他来说 有十分钟也不错 对对对对 现在真是觉得三比一了 对吧 三比一呢 靠谱一点 就是课长 当然我刚才那句话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换 是 您做完了我也同意 因为那歇这一会儿 你没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对不对 但是这还行 这能歇十五分钟 嗯 周末联赛呢 上海生花回到主场 去打一场很关键的比赛 对手是北京中和国安 所以如果打别的对手 可能布埃特也就不让他今年歇了 主场还好 是吧 当然国安觉得没什么问题 到那了以后可以试试 这个 新花的防守啊 就现在你确实是很密 但是注意这个 有能的中和上队员的前叉 对吧 因为你对人 基本上对子都对死了 然后突然有人要爆发 往你身后打的时候 这个你不太好防 你突然你反应反应波兰 最近的十多分钟 山东队形成围攻的态势 但是呢 基本围不到进区里边去 外围倒是球一直在拿 这球当心了 从阵给到马丁斯 马丁斯 坐回来 从阵给特维斯 没看到 这还得交给摩雷诺 摩雷诺交行了 又交给特维斯 这就是交班了 是吧 提里班给你手了一个 你看这摩雷诺踢球 他有时候在后场就开始加速 开始过人 特维斯不接近对方进区 他是绝对不会使劲的 就轻轻松松 摩雷诺你想这大场鬼 对吧 这真是要汤你 你一点折腾没 再恨恨何况 他脚底下是非常好 而且他这一左脚 我还是想说 这敬业精神的区别 这倒是 确实他踢球投入敬业 这个你不可否认 这肯定 而且这现在中超外园里边 我真是最欣赏的 真是就是摩雷诺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行了 特维斯 这球该传没传 孙世林 特维斯就恨不能 尤其现在2比0了 恨不能今天别出汗 不用洗澡是最好 好的 小了 对 稍微加力 这球有了 咱这锅是不是也让特维斯背啊 那球你给劲儿大点 特维斯这个 莫雷诺是不是这脚也劲儿大了 特维斯那下给的呢 就很轻松 就没想着让他最后借上劲儿 然后塞了一支线 小球发到进去外围 但是孙世林没挺好 调整一下再打门 没有力量了 反归 诶 镜头一转这边出现了一点的分针 应该是吉尔想快速开球 被马丁斯破坏了 但是马宁没有给黄牌 过去几年的两队的对抗当中 莫雷诺是山东队最大的枯主 今天看起来有新人了 村里来了一个叫马丁斯的 这比莫雷诺更可怕 这就是你狂公 你后边莫雷诺跟特维斯就干这活 对吧 我们一直在讲 马丁斯在这个体系里的作用 肯定比特维斯要好 当然这个球是传得好 特维斯给的吧 对 特维斯他想干一个莫雷诺的活 但是其实可以 是吧 莫雷诺上不来的时候 特维斯就当刮林士 然后他跟这个 因为他传球肯定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马丁斯到了 球传过去了 这就咱们俩的 咱们的这个中卫 要听马丁斯这种特点的球员 看看 这要行 他说吧 上半身我跟 是不是说了吗 上半身中再打一个 踏实了 我也说了 我说这山东队还有很多时间 拿来丢球 因为你进攻 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 行之有效的办法 左东右倒来倒去 你倒好了行 你看倒丢了怎么办 对方那可有快速前锋 刚才就是浩俊敏中场传球一个失误 立刻就是灭顶之灾 这球五星函打门 远射倒也是一个办法 至少不用沾你那五个后卫的边 马亚特靠在教练席的边上一筹莫展啊 这马丁斯还老能争到头球 随微挑船好球 这球差点过顶 随微挑船好球 这球差点过顶 球先出了点线 这场球适当的山东其实考虑了一些轮换 对吧 是 但是这个轮换的效果 是不是马亚特能够事前想到 你轮换的人太关键太重要了 他如果想真是要拼这个足鞋杯的话 我觉得不能把塔尔德利让他休息 是 你甭说拼足鞋杯了 联赛想赢球 塔尔德利现在也不能休息 没错 你看佩莱加西赛的组合 他没有任何的创造力 要是有 这俩就是 后边其实是三个人 戴林 这是戴林吧 西赛 成时 然后你看他的中场 对吧 中场是盲从脱后 他的身前是金钉道根 好球 郝君敏 第二辆又转一圈 传回来 哎呀 这个车 郝君敏是不是开打呀 右脚这个位置不好转这个弧片 星星到今天状态相当好 刚才有漂亮的过人 这又是一记妙传 当时郝君敏这脚过人也很妙了 是吧 三百六十度原地回旋 三百六十度原地回旋 公款休息咱们说 我感觉他必须要做调整 对 而且就是放弃 对对对对 而且你这个调整还得 极端一点 哎呀 这是谁啊 球肥挺好 那我们金函的位置啊 对吧 基本上现在是 攻守的这个任务 现在都给他了 再打高球 贝莱 贝莱 反见的一个加速跑 把球拿住 这边无形函 中间静静道 再交贝莱 三个人连续船地 但是还是拉不动对方的防线 没关系 终于在莫雷诺的带领之下 现在大家都聚在禁区的附近 这次从一个中位上 吉尔右边上驰看看传球 还是不太准 另外一侧还有 禁区里面有点混乱 这球 被我们都被连球 这球又丢了 这球其实他不该带 但是这球也不好处理 是吧 紫星函连续的进攻这次 你看啊 这配来真是原地强点 他不太能冲枪 上轨了 带林勾倒了孙杰斯 带林他真是换个理性 对啊 然后呢 可以这么算 其实上了他 上了他 换谁不换谁都不懂 位置上肯定是第一 撤掉了两个边后卫 一个边前卫 这就是真是 上半是0.2 下半是真的 有点极端的这个变化 从人员一下上了仨 对吧 全化再有 阵型也有这样 因为你0.2和0.3 0.4是一样的 你哪怕1.2 你可能下一回合 也很困难 所以必须全化 而且整个阵型也要大动 当然了 如果你心上 有一个泰尔德利的话 能变得小一点 咱就别想泰尔德利 没用 这就是 你上半是确实没想到 三花队这 我估计是 马上算是没想到 这个阵型 而且人家发展得很好 下半是马上 以亲人之道 还是亲人之身 以亲人 找头 现在看起来 对